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的广州外来人口还不多 人有点少 街上也很清静 广州有一巨人 还挂着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标语 广州火车站是如此的冷清 简直不可想象 和后来广州火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相比 那完全是两码事 别具一格的岭南盆景 正在制作出气的老手艺人 现在广州城里只怕难得看到这一幕了 广州东方宾馆 现在看起来很一般 当时可很不一般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公园里在石椅上休息的游客 旁边就是一个垃圾桶 这种造型的石椅和垃圾桶 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 后面那台老楼就是人称广州波楼的粤海关聚乐的 那可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和老外和解 他们也可能是头一次看到外国人 那时候的外国人还没有被称为老外 他们都被称为外国朋友 以前那个清静的广州 现在这个热闹的广州 你更喜欢哪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